中国大陆是在今年的5月4号决定在靠近南海这个地方进行了它史上第一个最重要的专有平台 对中国大陆来说这个动作如果不采取的话 等于是一步一步的做事同意南海主权领土的丧失 那么就像我们上个礼拜为大家所做出来的报道 大陆方面的发言人说你们这些南海诸国在这个地方挖了几千口的井 我们作为在这个地方拥有领土主张的国家 难道不能够在这里连挖一口井都不成吗 所以中国大陆这一次决定在5月4号开始 那么所搭的这个钻井台呢 也就是关于油的这个钻井台 基本上就是基于它必须做出一定的宣誓跟一定的态度 否则按照过去的情势发展下去的话 在整个南海的主权等于中国大陆是宣布放弃的 而我们的记者专事委员刘瑞芬跟摄影记者吕明达 本来呢我们希望前往的是整体未来TPP去了解东南亚国协的情况 他们总共要我们和金周刊合作 我们总共要采访三个地点 那么看TPP呢很可能对这个地方产生的一些影响 也就是许多人在谈到未来这个亚洲地区的经济贸易整合 特别是由美国所主导的这个跨太平洋的协议 但是刚到越南 我们的记者就碰到了越南的排华 碰到了台商 在南向政策失败之后 最大的一次磋商 然后磋商 在那次呢我们现场做出了关于越南报道 接着到了柬埔寨 后来呢再到了泰国 泰国就发生了政变 对我们的记者而言 这一趟整个东南亚简直像一趟流浪记一样 而这个流浪记何止是对两名记者 对他们而言 他们深深的感受到台商过去 在中国大陆的深圳东莞 不管有多少苦的事情 可是那个时候中国都为世界的工厂 在那个地方拥有一个工厂 并且很大量的出口到美国 出口到意大利 鞋出口到意大利 其他的产品出口到美国去 那好像印钞机 利润高得不得了 随着金融海啸之后 毛利率只剩下3% 4% 中国在大涨工资就被迫流浪到东南亚 而这个流浪的过程所面临的困境 我们连采访记者在到了这三个国家以后 都每一次刚好碰到了排华 然后又碰到了政变 你可以想象一个要做长期投资的台商 在东南亚国险要布局 对他们而言是一个多么冒险的事情 今天特别为他做出 他们在这三个地点流浪的漂流过程 越南暴动一幕幕害人的景象 仍深留在梦魇里 计划中的越南柬埔寨泰国之行 原是要探索东协国家串起TPP 和RCEF两大超纲自由贸易区的新商机 没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暴动 让采访完全变了调 5月13号采访小组一抵达越南 便直奔东南部的八地头顿省美春工业区 中刚第一个海外投资厂所在地 在闷热的厂房中 中刚人骄傲地带领我们参观 这条在东南亚最先进的冷压缸生产线 然而就在我们听的中刚说明 越南是TPP和RCEF黄金交叉 憧憬着大好前景的同时 我们浑然不知 几小时车程外的平洋省 已经出打事了 报名一路冲撞好几个工业区 在主要是台商的工厂打砸掳掠 甚至纵火焚烧 引爆越南三十年来最严重的暴动 十四号早晨 我们从巴蒂头顿省出发 由中刚护送至胡志明市 上路过不久 视线中突然出现一片刺眼的血红色 Slow スlow スlow 对象车道涌现一两百辆急车大队 这波暴动的始作俑者 就是类似的摩托车大队 摄影隔着车窗抢拍画面 心头不免担忧 万一见着车内的我们会是什么后果 与我们返向的报名 终究擦身而过了 他们正要杀去巴蒂头顿省的美村工业区 也就是我们前一天采访的地点 我们先依照既定行程 拜访在越南布局多达三十七个据点的国泰金控 抵达末地地 抬头一看 国泰金正紧急拆除整栋大楼里面的中文招牌 虽然报名还没来到胡志明市 但是台商早已听闻 报名一见到中文字样便上前攻击 拆除自家公司招牌 是台商暂时唯一能想出的自保方式 因为现在因为就是因为 当中国的一个紧张局势 所以他现在只要看到有一些 中文的一个公司的话 好像都会有一些比较 比较激烈的一个行动 采访小组决定继续前往平洋地区 也就是这一次暴动的重灾区 接送我们的肯信集团 在我们坐车后方 安排了四名鹤枪实弹的武装保全 一路护送我们进平洋省 我们在网路上还有各个 各个散落的台商用赖回报的讯息来看 六百多家台商有十六家 遭到众活行为 你说在平洋的六百多家 那有被推倒围墙的 围数非常非常之多 有被砸毁办公室的 也非常非常之多 但是有受到人身伤害的 目前我们所知道的是 有三位台商受到受伤 什么样的伤害 不知道 但是应该还不到很严重的伤害 连夜救出了四五十名台商的郭玉婷 疲惫全写在脸上 在这间变身为台商 紧急安置中心的旅馆里 台商前一夜的惊恐不言可遇 临时加了几张床 会议室就成了房间 好些人裹着棉被补棉 醒着的人茫然看着我们 也像是无声的控诉 一切的一切都太令人震惊 心痛不解 5月15号 我们跟着台商疑心国际总经理陈一鸣 回平阳的工厂试查灾情 这本来是这样啊 我没有钱 陈一鸣在平阳工业区经营旅几行厂 从旅原料到加工成品一概俱全 原本订单接不完 看好未来商机 正打算扩厂 这下计划全要停摆 你们看了什么啊 有没有心痛 劳定吗 连我们越南的同事都觉得很心痛 就刚刚问他 会不会劳定 劳定就是心痛 陈一鸣算是幸运的 他及时把电脑等物件 集中在工厂的热处理炉 报名就算想抢 也不得其门而入 生产设备逃过一截 损失相对轻微 如果说疑心这类受害台商 是从投资天堂变成失乐园 我们的灾区型 却是一步步走向更深的炼狱 采访小组打算渗入重灾区 这时载我们来疑心的司机 却拒绝上车 不敢排进仍有报名出没的地区 情急之下 同行的一名记者 联络上台湾政级公司总经理李庆春 我们才有了代步工具 这里进来都是90%以上的台商 全部都叶香 我本人曾芳英 也是宝贝公司的长曾董 那因为来到这边 也将近18年了 那家乡为社头 但是在1997年之后 就往越南投资发展了一二三场 那在这18年当中已经有经历过五次的波级 但是这一次第五次真的是让我感受到越南真的已经太不可思议了 造成我们这一个台商有这么多的已经快要决定撤击了 那第一波进来的话就我公司还不至于说会怎样 第二波还没有第三波就进来了 全部打掉了 打掉之后是在五点三十分 差不多将近五点三十分发生的 然后六点多的时候又发生一波 八点多又发生一波 十点多又一波就将我大门全部打掉 我公司这边的办公室打掉 该拿的他们都抢了 能够拿走他们都拿了 在宝灰被推倒的大门外 我们看到一个临时摆出的供桌 上面放了在越南地位崇高的胡志明像 这是台商另一个自保的方式 这是自保吗 对 我们也要准硬一下 是 所以也希望说这次胡志明次和沫 出来发挥他的闲 不要再继续这样陆陆续续 这样让他们的敌人局面 还恢复正常他们的生活 我真的看起来心情好沉重 真的好痛哦 我看人都觉得好痛哦 因为我四十一个小时没有睡 因为我都坚守港位带领我这些干部 好像跑烂的人 所以我今天才回来看看公司 真的看了预防不可收拾 李总这个有爆炸力的感觉 对啊 对你看整个都坑掉了 他这是木杂 正极公司的李庆春充当地培 带我们穿梭各个工业区 介绍各家首创台商 我们现在准备进入通用鞋场 通用鞋场来越南也将近有 有二十年了 对 通用鞋场是这起事件整个第一个引爆的 对对对 一行人逐渐接近神浪工业区 台商在这里建立起完整的脚踏车生产链 是所谓的脚踏车一条街 如今镇报部队已经进驻 眼前一栋栋焦黑的厂房 我们只能想象 13号那一夜这里有多恐怖 很可怕 脚踏车坐垫大厂风鸣 已被烧得面目全非 我们到的时候 仓库仍在持续闷烧 空气中飘来一阵阵难闻的塑胶味 我们这边是办公室的 这边是开始熄火的 是在这个地方 烧了多久 烧了很久 从5月13号晚上12点24点 大概24点30分 他们就开始来这边 有五个人进来这边烧的 后来就慢慢慢慢 然后我们也不敢来灭火 因为他们太激动了 太激动 后来就 负责总务的范育能 是来公司善后的 但已成废墟的工厂 如何能复原 我不知道 是希望那个 企业还是在越南的 我们觉得很多员工 是很痛的 看他们那个烧这边 我们想要护的 但是也没办法 我们现在都没有工作 也希望企业还是留在越南 所以我们那个 工作的机会 让我们越南继续发展 不然我们真的是很赞 这趟意外的采访 我见到好多男人的眼泪 像梗在喉中的刺 吞不下也吐不出 风鸣一鸣目睹了同胞被暴徒为殴的陆籍干部 惊魂未定地对我们描述 那最漫长的一夜 五个同事 睡在房间睡在上面是不是 晚上人进来 打人抢东西 他们躲在床底下 躲在上面 窗户嘛 躲在窗户上面 结果放火 放火之后 那他不跑 那个烟会熏死他嘛 就跑 两个人跑 有一个中国人被 打四个越南人 四个越南人打一个中国人 四个越南人 打一个中国人 下一站我们来到李庆春的公司 他勇气十足的 在大门挂上了越南政府 不准台商悬挂的中华民国国旗 当初也是因为国旗 让我们在脸书上找到了他 我们为什么要插这个国旗 这个国旗就是要保护 我们台商的财产 死命安全 让外南人知道我们这间公司 就是当人开的 不是台商的开的 所以说要插这个国旗 保护我们自己 财产和健康 5月16号 我们来到台商另一个投资重镇 同奈省 越南台湾商会联合总会 同奈分会 也见证了那一夜的暴乱 墙上几个斗大的中文字 那一年我们共同的回忆 在满地的碎玻璃中 看来格外讽刺 到这天 事态已经渐渐平息 有些灾情相对轻微的工厂 甚至开始准备复工 但也有一些公司 按夜一把恶火 让业者一二十年的心血 化为乌有 同奈省灾情最惨重的台商 乔森木也 1.2公顷的成品仓库 复制一具 损失粗估达500万美金 相当于1.5亿台币 门口的越南红星旗 迎风飘扬 显然阻止不了报名 再次逞凶 这次在5月14号的 中午2点时候 神政府召开了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 紧急一个会议 我在会议中 第一个很明确跟他表白 台湾是台湾 中国是中国 我们台湾在这边 投资这么久的一个时间点 二十年的情谊 一夜之间都不见 二十年的情谊 所有在今天全部我们都毁 我们台商在这边 奋斗这么久的一段时间点 所有都没有 所以看到我们这些 残破的一些建筑物 这些点 我们台商真的 我当场也掉了很多很多眼泪 我们跟他讲 我们台商到底做错了什么 台商到底做错了什么 这是很多人心中的大问号 明明是中国和越南 在南海的领土争议 越南人反中 为何到头来受创最严重的 却是台商 离开灾区后 一行人回到胡志明市 正好碰上下班交通监峰时间 路上九成都是摩托车 我突然想到 在旅馆时 几度听到台商和家属 心有余悸地说 现在看到摩托车 就忍不住发抖 怕又是要来抢劫的 这次的暴动 深深伤了台商的感情 投资越南的信心 短时间肯定难以平复 但就像简志明会长说的 TPP谈判不会婴儿停下脚步 就算台商不来 外资还是等着抢劲越南 怀着惆怅疑惑的心情 我们隔天飞抵柬埔寨 也是这趟行程中 唯一没有意外的一国 不过很多在柬埔寨 投资的台商 在越南也有设厂 我们约访的蓄荣制衣 也不例外 来接机的蓄荣厂务副总 陈志怡 暴动发生时 恰巧人在越南厂 经历了此生最难忘的一夜 我们越级的干部 一个我们总计 一个我们的虚评 他们两个女生 他们觉得要保护我 因为我是华人 对不对 所以带我去躲起来 他们比我更紧张 但是那一扇呢 他们觉得一定要保护副总 某个程度我还要安慰他们 说你不要那么紧张 但是他们紧张得都快哭了 但是那个当下 其实你会很感动 像我们这一次最后的五个人 测到柬埔寨 因为很多人告诉我们 其实你只要在 在胡志明就相对安全 但是我们测到这里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是让这些员工的家属认为说 相对安全 我觉得那一夜真的很惊魂 真的 立身展望 希望不要再把人跌了 同事打趣说 我们这趟采访行程 像是被新闻追着跑 5月19号 我们抵达最后一站泰国曼谷 隔天20号军方就下达戒严令 不过除了泰国国内外媒体 已显著篇幅报导 走在曼谷街头 却几乎嗅不到戒严的气氛 路上偶尔可见全副武装 和强实弹的士兵站岗 但行人完全不以为意 甚至还有市民自动自发来发送便当水果 或者和士兵拍照留念 我们寻着曼谷邮报21号头版的一张照片 赶到市中心的拉叉帕松路口 只见一边路口的四面佛一日往常 香火鼎盛 而20号还部署在此的骇人重装武器和军队 早已不见踪影 华灯初上入夜了 拉叉帕松区繁华的让人忘了身在东南亚 我们在路口的天桥上驻足 路上交通依旧拥塞 行人悠闲的在天桥上的公共艺术前流影 还是一样感受不到这是一个戒严中的国家 我们于是放弃了在曼谷寻找戒严的蛛丝马机 返回旅馆 曼谷反政府示威持续了半年多 僵局一直无法有效解决 就在我们停留曼谷期间 局势却突然飞速发展 让人眼花缭乱 就在我们的班机飞往桃源机场途中 八月上将正式宣布政变 泰国也迈上另一段未知的旅程 好 好